嗨 大家好 我在两个多星期前呢 曾经为杰克希莉莉做过一个西瓶 我当时就说 只要他的发全打开 我就会把他的发梗剪下来 因为他出几个发梗开发 耗尊了他很多很多的养分 我现在感觉杰克希莉莉在跟我说 我很累啊 我需要休息 那现在他的发已经全打开 可以说是功成身退 虽然有一点好像捨不得开的节目美 要把它剪下来 不过我感觉他的脊柱健康比较重要 还是把它剪下来 我会在它剪下来以后呢 摆在一个发瓶里面 在水里呢 我会加一点点的白粗跟白糖 在水里呢 加一点白粗跟白糖 可以把公公剪下来的蝴蝶兰呢 保存它开发的时间呢 比较久 西里的开发真的很美 它发与发之间的距离很远 非常非常好看 特别是它的唇斑呢 好像美人鱼 我今天开的很美的 还有这颗喜塔鸡 我之前呢都已经有介绍过 不过呢我今天再介绍它的原因呢 原来杰克呢是有香味的 有些人说呢 它有肥胶水跟小强的味道 杰克呢绝对绝对不是肥胶水的味道 它的香味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茉莉花的味道 而且呢它这几天呢 颜色已经不是白色 已经好像黄色 我知道西塔基拉努比里是黄色的 所以呢我相信杰克可能是跟它杂交的 现在的发瓣呢基本上都变成黄色 它刚刚打开的时候呢是全白色的 非常美的 开的很美了 还有我姐一颗 全打开 我之前呢都在好多视频里面呢有介绍过它 粉红色 开的非常非常美的 西里莉呢真的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它都是很美的 真的开的很美 真的开的很美 要把它剪下来真的 心捨不得 我现在呢就准备把它剪下来 好我现在呢就下剪刀了 我会剪到它最底部 好准备 好硬哦 真的很硬哦 哦 剪断了 我已经呢把它剪了下来 现在把它摆在一个玻璃瓶颈里面 我在水里加了C5滴的白醋 在水里再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大概是半茶匙就可以了 因为白醋有杀菌的效果 因为它刚刚剪下来了 发梗上面有一个香口 加了白醋 它就不会在香口里面发霉 还有白糖是可以帮助 它的发梗去收水分的 可以保存花的时间比较久 一般很多时候我们买鲜花葵来摆 鲜花里面都会有一包 好像糖浆一样的东西 主要的目的就是 拿来保存鲜花开的时间比较久的 在英国买的鲜花一般都会有一包 好像糖浆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C5滴现在发赶剪下来了 我会两个星期后才跟它吸肥 给它先修食一下 两个星期后我会用 当肥跟假肥比较高的肥料 现在是春天 我相信它很快就会有一片长却 为什么发赶剪了两个星期后才给肥料呢 一般如果健康的蝴蝶兰发赶剪了 就已经可以给肥料 不过这一颗呢 我看上去它的蜘蛛呢 现在不是很健康 发赶刚刚剪了 我先给它慢慢的修食两个星期再消肥料呢 我感觉这样对它是比较好的 我会在它没有长出新的叶片之前呢 如果它再抽发梗 我都不会给它开发的 都会把它的发梗剪掉 先给它长叶片 如果它的叶片长得不好啦 再给它开发 可能它就会受不了 耗尽养分 到其它死亡的 它现在剪下来 摆在玻璃瓶颈里面呢 都很美啊 我感觉西雷利跟西塔基开发啦 很有鲜气 非常美非常好看 怪不得姐莫多人 喜欢这种姐一类的狼花 杰克都很美啊 那好了 我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